一名伊朗議員說 在伊朗各地發生的反政府抗議期間 有大約3,700人被捕 這個數字大大高於先前的估計 德夏蘭議員馬哈穆德薩迪吉星期二 在國營通訊社宣布了這個數字 他說抗議者是由多間不同的安全部門逮捕 因此很難統計被捕者的總人數 人權組織國際特赦呼籲伊朗立即調查 至少5人在機壓期間死亡的報道 全失誤 海南 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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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